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米 歡迎收看今天台湾生活新聞 民進黨、新北市長殘選人林家良 齊樂出席都是好姐妹姐姐妹妹廷佳龍做選團新立 並提出入行進市 青年新家就佔助10萬元保助入行動亂的金錢 鼓勵入行創業 還有保助65歲以上的頂尾 正結出起20項進市 民進黨、新北市長殘選人林家良 六合最五是出席都是好姐妹妹做選團新的待會 包括中會長徐曉星、立委林靖儀、賴憑儀、 疑問豪酸林山田摩依、十一郵定定都出席三天 以下出十大政策包括鼓勵入行創業 搭著入行創業拼白、保助入行動亂 保助六十五歲以上中北增加水器 青年新家十萬基金 增加經路卡點數、家屬用範圍頂 都是好姐妹姐姐妹妹挺佳龍助選團的成立 是我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自己常年就很關心婦女的權益 還有性別平權的議題 那今天我們也提出十項的政策 要讓新北市民能夠感受到 加隆對女性、市民的重視 因為女性是家庭的支柱 那其實在職場上也比較辛苦 立法委員賴憑儀的歡喜表示 十萬塊新家基金它有機會可以用到 這條錢可以讓新家庭提供洗花機 掃得幾幾人 讓三個領領婚姻散佈家庭的經過好路 這家庭如果人家庭動算 就在新北市定義結婚 現在有這個成家資金十萬 我覺得要再十九三次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想這個十萬塊 看起來不大不小 可是其實成家就跟創業有點像 就是說我們不是要多大的資金 來啟動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需要一些協助 那這個十萬塊不大不小 我覺得除了可以添購 可以說我們成立一個新家 需要的東西以外 很重要的效果就會想到 我們需要那個維持家庭頭寫的三法 是什麼就是一級 然後小弟子氣人跟同一級 我覺得這個都蠻重要的 林家庭又表示 如新家庭阿里大 說不定僅是無法實現生業目標 他們出體出補助動軟三萬塊 每當補充費5千塊的證件 減少上幫富有壓力 立委林靖怡對林家庭的證件是大聲發展 他說現財好市場 要來新北照顧今外 孩子照顧下次囉 記者提供共新北 彩虹報特